我爸不甘心 儿子梦破灭 变着法帝逼我妈睡野河边囚子 我妈缠子那天 发生了一件毛骨悚然的事 从那之后 我爸宁愿跟母猪睡也不理我妈了 不久 猪圈竟然真有了动静 我爸不知抽了什么风 想儿子想得发狂 非逼我妈去野河囚子 说啥他好几个哥们都求成了 但人家里是玉林妻妇女 怀了也正常 我妈都绝经了 怎么可能再怀 我见过那些囚子的 大夏天的 天不黑 就拖得光溜溜的睡在西沟河边 那里荒草丛生 身上被闻丁虫咬不说 还有男人躲在草丛里脱窥 更有甚者 举着手机搞直播 被发现也不怕 因为囚子的人 不能说话 也不能动 怕惊扰了和神 妈觉得丢脸 打死都不同意 爸就想歪点子 临近高考 他竟跑到学校 比我退了学 说着啥女孩子嫁 成年了就该好好照顾嫁 读大学没啥用 读再好不如嫁的 好婆嫁 回家后 起先他只是找茬打骂我 打罚了 就邀他的活捧狗友来喝酒 直到有个醉酒的男人闯进了我房里 我吓得浑身发抖 哭着求爸救我 我爸本想帮忙 但看见我妈紧张地冲过来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站在一旁不仅不管 还乐呵呵地拍手叫好 我妈难受极了 扑腾一声跪在地上 抓着我爸的裤脚哭喊着 说他愿意求子 现在 马上就去 妈果真去了野河边 可惜 那件事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我爸表面上都好些了 但妈不在的时候 我依然身处地狱 我乃有些心疼我 有一次他趁那些人打麻将的时候 想偷偷放我走 爸发现后 大妈一通不过瘾 还让那些人当他面作恶 我乃下的心脏病都犯了 倒在地上大喘了气 我爸见他摸药 一把抢过来 愣是不给 我乃憋得脸色发紫 哭着求爸行星好 说他再也不敢了 我觉得天跳他了 我恼 我恨 恨到底是哪股风刮来的 野和囚子这种恶心事 身心的折腾 令我终日以泪洗面 每当我哭 妈都安慰我再忍忍 说等他求来弟弟 拿到满月前 他就悄悄送我出去打工 但我对野和囚子这种事 等等不信 觉得那不过是 人无妄实的精神安慰爸 再说 我妈都是绝尽欺负女了 咋可能再怀 意外的是 经过大半年的折腾 我妈还真的怀了 我爸高兴极了 当天就给我解了脚铐 也不咋打我了 只让我好好照顾妈 我和妈的日子 终于好了一点 很多时候 我都有种回到从前的错觉 我妈的肚子 一天天大了起来 胃口也变得很奇怪 妈也吃生鱼虾 一顿能吃十来斤 有时不等开膛 她就拿去啃 以至于房间里整天 都饮绕着腥臭味 妈很高兴 否则肚子跟我说 这胎一定是龙子 等生下来 他就有地位了 我们就都能自由了 但不知为什么 我总有种隐隐的不安 才怀胎了四个月 我妈的肚子 就大得待不动 她天天躺在床上 哼哼着喊泪 说快喘不过气了 我爸听见就很紧张 立马打我 问我怎么没伺候好妈 打多了 我妈也不敢喊了 只皱着眉头吸气 不久 妈的肚子就开始发动了 我妈生产那天 我爸请了好多男性朋友 美情临约陪产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围观女人生产 我们那儿有种不成文的说法 大致意思是 陪产的男人越多 代表生下的男孩越有出息 直到近些年村里的年轻人 接受了教育 这种尘封漏袭 才没人信 我没想到 爸还会来的这一出 那天我妈刚开始疼 我爸就急忙跑出去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找车 没想到领了 一群闹闹哄哄的粗糙汉子来 这些人大多是那些 爱光顾我的 其中一个 进门就偷偷 朝我胸上捏了一把 我很生气 推了他一下 被我爸看见 立马骂到 垃圾玩意儿 但恶心身体又啥金贵的 恶心 你特么收钱的时候 咋不嫌恶心呢 我当即委屈的眼泪只打转 但很快被我妈的爱好声打断了 为了我妈能顺利生产 我只能咬牙人 但我还是堵着门 不想让那些恶心的男人进去 奶奶也过来了 只见他面色凝重的 跟我爸嘀咕了一通 我还以为他是来帮我妈的 没想到他来到我身边 小心翼翼的劝我配合爸 说我妈这胎 是从河神内求来的龙胎 需要有阳刚之气的人守护 才能顺利降生 这些的长辈 都是村里有头脸的 阳气最足 让我别捣乱 我不信这些 小生反驳说小安全去医院啊 却换来了我爸一耳光 你个赔钱或懂什么 你弟是天之骄子 将来可是动良之才 能跟那些普通人去一个地方 我捂着红肿的脸 坚持守着门 最终招来了我爸一通皮带 我妈心疼我 哭喊着让我走 我拗不过 只好随奶奶去厨房烧水 我妈的爱好声越来越大 热水用了一锅又一锅 一直折腾到快天亮 我妈不见觉了 却换来了我爸的鬼号 我急忙跑过去 只见那几个陪护长辈 正嫌气地捏着鼻子 我妈已经晕死过去了 地上滚着一个白色囊状物 隐约可见里面 有个黑影在抓闹 很快囊破了 浓烈的腥臭味 迅速涂满了屋子 熏得那些陪护长辈连练后退 小心我见有东西就下来 连忙跑过去接 接住后却傻眼了 弟弟的脑袋小小的 和脖子一样细 骨囊囊的肚子四周 长着短短的四肢和推 这 这哪里是啥笼子 倒像是龟儿子 一个陪护长辈 忍不住笑了起来 很快惹得满屋子 哄堂大笑 妈的 又是个没用的 老生没用的 我爸面子上挂不住 扯过我妈就是一顿拳脚 陪护长辈们一件情况不对 拾去地走了 我乃念如着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没敢张口 我不顾一切 扑到妈身上 很快跪倒在 霸雨点般的拳头下 我紧紧地咬着牙 死死地护在妈身上 心里想着 如果实在扛不住 便像捧着宝贝一样 抱着弟弟离开了 我觉得哪里不对 正想跟过去 妈醒过来了 妈的下身全是血 却顾不上疼 问我到底生的是啥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只安慰她好好休息 我给妈擦洗完天 都快亮了 我困得实在撑不住 又怕爸反回来打她 就趴在她床边睡了过去 直到被一阵怪异的 肉香熏醒 弟弟 我被一个惊悚的 想法洗醒 鞋都没穿就往厨房跑 灶台的火烧的正望 锅里咕咕嘟嘟的 奶奶拿把大铁勺 正往一个大汤盆里 盛着什么 我浑身颤抖着跑过去 不等靠近汤盆 却被一只粗糙的 大手扯开了 赔钱玩意儿 还想偷吃 爸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 他像是吃了什么 火气很大的东西 声音有些沙哑 眼珠也泛着淡淡的新红色 像是熬了很久的夜 我奇怪的盯了爸一会儿 见他又要仰手 急忙低下头 小声便解道 我想给妈弄些吃的 就那个只能生垃圾的东西 呗 快滚一边去 爸说话间对着汤盆咽了下口水 像狗糊石一样 把汤弄走了 爸端的汤并没有往卧房里去 而是静止进了猪圈 不一会儿 圈里便想起了老母猪 殷勤的横横声 猪啥时候吃那么好了 我正纳闷 妈在卧房轻声喊我 我正想着给妈弄点啥吃的 奶奶在灶前摆了摆手 只见她从身后端出碗清汤来 示意我赶紧给妈送去 别让爸看见 我仔细瞅了瞅 里面挑着一两块小排骨 我稍稍松了口气 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我还想问奶奶 弟弟被弄去哪了 但看见猪圈那边像是有动静 连忙溜走了 爸不再露面了 更别提款我妈 我奶奶每天都熬那种 很香的肉汤 往猪圈里端 爸不再也好 不用挨打了 就是我妈老问爸去哪了 问多了 我也好奇起来 有一天我借口帮奶奶喂猪 去过猪圈 却发现里面只有老母猪在酣睡 并不见爸的影子 我问奶奶 他却露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示意我别打听 不出几天 村里就出了谣言 说我妈被何鬼糟蹋了 生了怪胎 把我爸恶心疯了 天天宁愿睡老母猪 也不碰我妈了 妈不知道是不是也听说了 饭也不吃 老跑猪圈去打猪 拉都拉不住 爸依旧不见人 他的活朋狗友却来得更勤了 这些人真像苍蝇一样讨厌 不是夜里偷脏我被窝 就是企图骚扰我妈 害得我们根本没法正常休息 一天晚上 我怕那些人再来 就想寻一个隐匿的地方 带妈睡觉 路过猪圈的时候 突然偏见里面钻出个黑影 那影子高高胖胖的 乍一看向投人里的猪 我以为还是那些歹人 想躲回房里 影子却迅速扑了过来 仔细一看竟然是爸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他已经肥得像头公猪 爸浑身散发着恶臭 一把拎住了我 我很快被拖进了猪圈的最里面 爸扒开一堆新臭的接杆 后面竟然有个暗门 门连着屋后的地角 来不及惊讶 我就被爸一把推了下去 随着一阵沉闷的铁链声响 我捂着脑袋 发现身边锁着一个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白衣姑娘 姑娘面容秀气清朗 却一身污垢 他色缩了身子 无论爸怎么打 就是不肯喝他手里的肉汤 看样子是要绝食 爸烦躁极了 一把拎过我 用眼神示意过去 我忘了一眼肉汤 里面好像烧昆手指状的东西 我吓得手一抖 差点将碗打翻 爸烦躁急了 朝我腰上就是一脚 我疼得呲牙咧嘴 抽气着 爬到姑娘身边安慰他 快喝吧 喝下就好了 好了 才能一切都好 姑娘绝望地盯着我 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猖鬼 我避开他的眼神 舔着脸将汤往他嘴边送 姑娘听话地张开了嘴 爸想发现了新大路 每晚都让我伺候姑娘吃饭 有时不等吃完 就当着我的面糟他姑娘 我想阻拦 无奈力量悬殊 除了挨打 根本做不了什么 爸还威胁我 不准起什么幺蛾子 不然 他指不定对我妈做出了什么来 我只能忍着屈辱 准备从长计议 没想到 不等我行动 妈就出事了 那天午夜 我照常去地窖拿脏衣服 爸正洋洋得意地 扶着姑娘的肚子 仅仅一个月 姑娘的肚子就聋起来了 爸像是扶着一件战利品 得意地说 这可是大学生的肚子嘞 生出来的 总一定不比那个垃圾娘嫩差 我暗暗呸了一口 正要走 却被爸一脚绊倒 垃圾玩意儿 最好听话 好好挣钱给老子养儿子 否则有你娘俩瘦的 原来我和妈这些日子的遭遇 一直是爸在暗中作祟 我气得浑身发抖 有种想跟爸同归于尽的冲动 不等我爬起来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尖叫 是妈 他竟然悄悄尾随我进来了 后面的场景很混乱 妈的发疯一样 朝姑娘的肚子扑 却被我爸拦住了 爸死命地扯住妈的头发 往墙上撞 他像头发疯的母狼 落吼着咬伤了爸的手臂 我一见时机成熟 也大吼一声扑了过去 无奈不知爸这些天到底吃了啥 力气大的惊人 很快我就被甩飞出去了 等我呲牙咧嘴地爬起来 我妈已经躺在了墙角 她的脑袋塌了个大洞 鲜血正缓缓地往外涌 我喘着粗气爬到妈身边 摇着她软瘫的身子 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 爸不仅没有一点悔意 反倒像杀红了眼 再次握着拳朝我扑来 我咬牙站起 正准备来个鱼死网破 一声愣响令爸停了下来 别别 我的祖宗爱 爸说着 扑通一声跪下了 是那白衣姑娘 见她满头是血 爸耸极了 摆着手求姑娘别乱来 说孩子要紧 姑娘威胁我爸 如果她再动手 她就一头撞死 来个一失两命 爸先是握着拳 见姑娘眼神坚定 只好向头被制服的野兽 乖乖低下了头 我趁机将妈拖了出去 就已经晚了 我紧紧的抱着妈跪在雨里 风起了 天好啊 爸跟过来了 他用皮带一下下的抽着我 我却再感觉不到疼了 我生命中的光灭了 我的日子更暗了 爸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 壮得像绿巨人 他的拳头一天比一天重 我终日在阴暗的地窖里做奴隶 回到房间 还要面对爸的那些活捧狗友 但我已经不怕了 既然迷斗不过 那就从长记忆吧 爸越来越高兴 因为他的钱每天都在增长 这生意本撞不赔 比打麻将来的快多了 挺好 毕竟得意就容易忘形 不是吗 很快 姑娘的情况开始不妙了